嗨大家好,我是Jack 今天要介紹的主角是在NCA錦標賽中最熱門的球員 他甚至在各大體育媒體作文今年選秀的前三順位 籃球場上的天才控球後衛Jalen Suggs 出生於美國北方的明尼蘇達州 生日是2001年6月3日,現今19歲 身高193公分,體重93公斤,臂展196公分 Jalen出生於明尼蘇達州最知名的體育世家Suggs家庭 父親Larry在高中時是籃球和美式足球場上的明星球員 家中許多的親戚也都曾是大學一級的學生運動員和職業球員 其中最有名的是曾在2011年贏得 NFL年度最佳防守球員的美式足球巨星Tarrell Suggs 連NBA全明星球員Eddie Jones都是他的遠房親戚 但Jalen其實最一開始接觸的體育活動是冰上曲棍球 老爸Larry在兒子2-3歲時就會帶他去看曲棍球比賽 並且在賽後陪他在場上體驗進球的樂趣 接著Jalen慢慢的透過家庭成員接觸到了美式足球 當時天賦異秉的他必須要從國小二年級的聯盟 直接越級挑戰六年級的聯盟 否則如果將Jalen放在同齡的聯盟 他將全面載至同齡的強度 除了沒事足球,Jalen在國小時也透過父親認識了籃球 因為父親當時透過NFL球星親戚Tarrell的資助 創立了一支名為Tim Sizzle的AAU球隊 後續還吸引來Under Armor這體育大廠牌的贊助 Jalen在國小三年級的AAU球隊練球時遇到了 一位穿著卡其褲來到球場抱到的小朋友 沒錯,正是今年美國籃坦的最強高中生Chad Holmgren Holmgren早年還在做板凳時 就眼看Jalen在比他們大三歲的聯盟大殺四方 而好兄弟Holmgren也提到更誇張的是 Jalen在七年級時就已經開始在17U的AAU賽場上打球 並且還能夠得到場均約25分的亮眼表現 也就是他在七年級時就已經開始和準高四的球員競爭 以上的表現也讓他在六年級時就收到了來自 NCA一級威斯康星大學分校的獎學金 Jalen在七年級時就能在球場上秀出誇張的灌籃動作 並且爭取到進入明南哈哈學院高中部二隊的球員名單 不過表現太過於出色 直接在二隊出賽三場比賽後被教練調度到學校的大隊 亮眼的表現在當時吸引來許多大學名校的關注 但父親則堅決不告訴他哪些學校對他有興趣 目的就是為了讓他保持專注 絕不鬆懈 Jalen在八年級時就成為高中球隊的先發球員 當年也留下場均17.5分4助攻4.4超級的數據 隔年的高一賽季更以場均21.5分8籃板無助攻 直接帶領學校拿下明尼蘇達州高中南籃的冠軍 可怕的是在冠軍戰中球隊所得到的47分鐘 Jalen單場獨自包辦了22分 這位高一新人立馬受到ESPN的關注 並且將他的排名升為全美同屆第三名的球員 接著在高二以場均16分9.2籃板3.4助攻的表現 再次帶領學校拿下州冠軍的殊榮 有趣的是 這年賽季結束後Jalen甚至還選拔進入了足球校隊 替足球也成為了他在籃球和美式足球訓練外的樂趣 Jalen在高三以場均23.3分6.3助攻4.7籃板 幫助學校三度奪得州冠軍的獎杯 高中最後一年留下場均23.5分7.3籃板5.1助攻3.8超級 當時還在全國轉播賽事中以23分12籃板6助攻6超級的全能數據 率領球隊以20分之差擊退陣中有眾多高中球星的Sierry Canyon Jalen幫助學校在全美高中籃球的排名來到第13名 但賽季卻在季後賽時因為疫情的關係而遭到取消 無緣幫助學校再拿下第四座冠軍 Jalen當年被票選為全美年度第一隊 也是明尼蘇達州當年的年度最佳球員 雖然在球季結束後被邀請到麥當勞明星賽和喬丹邀請賽 但這些賽事皆因為疫情的影響而被取消 Jalen在明尼哈哈學院出賽期間總計幫助球隊 拿下111勝15敗的傲人戰機以及3座冠軍獎盃 個人則留下總計2945分883籃板735助攻509超級的數據 在得分數據方面也成為了學校的記錄保持人 Jalen在ESPN的高中生中是為排名全美第六的五星球員 在控球後衛的位置則是第二名 第一名就是今年選秀的狀元熱門 Kid Cunningham 除了在美國高中籃坦打球以外 Jalen也曾代表美國隊的U17和U19出賽世界盃 並且接在以上的賽事幫助國家拿下金牌的榮耀 他也在2019年的U19留下場均9.6分2.7籃板2出攻的數據 除了在籃球場上的精彩表現 Jalen在高中的美式足球場上也是一位知名人物 曾帶領學校拿下州冠軍 甚至還被票選為年度最佳球員 並且在ESPN美式足球的招募網站有著四星的評價 美式足球名校俄亥勒州大和喬治亞大學都願意提供給他獎學金 Jalen在美式足球場上擔任的就是四分位 是一位必須主導進攻決策並且做出準確傳球的重要人物 在美式足球場上所學到的這點 也幫助他在籃球場上展現酷人的傳球視野 在籃球和美式足球場上優越的表現 使他被體育媒體票選為2019年美國高中的年度最佳運動員 Jalen最終在兩項熱愛的運動之中忍痛選擇了更具潛力的籃球 並且於2020年1月3日對媒體宣布大學將會 加入NCAA男籃強權Gonzaga大學 也成為Gonzaga男籃的招募史上排名最高的高中生 這位大一新生才剛踏入這支球隊就被寄予希望 教練希望他成為球場上的指揮官掌握場上的主導權 Jalen在大學賽場的首次登板就向大家展現了他的天賦 在對陣NCAA強權Kansas大學時拿下24分8助攻 並且幫助球隊以12分之差擊敗對手 Jalen在大一賽季出賽的30場比賽都先發上陣 在平均上場28.9分鐘的時間內能貢獻 14.4分、5.3籃板、4.5助攻、1.9超級 但也有著長均2.9次的失誤 投籃命中率方面是50.3%、3分命中率則是33.7% 大家對Jalen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應該是在今年 NCAA錦標賽4強的延長賽中所投進的那擊決殺3分球 這次命一擊擊碎了所有UCLA球迷的心 但很可惜的 Jalen無緣幫助球隊拿到最終的冠軍獎盃 Gonzaga整場比賽被Beller壓著打 中場以16分之差落敗 Jalen也控制不住的靠在教練的肩膀上流下遺憾的淚水 雖然結束了大學的賽季 但Jalen的籃球之路才剛開始呢 他目前在各大體育媒體的選秀預測中間排名前3 ESPN設置預測他未來將會是NBA球隊的核心空位 除了在空球後衛的位置有極好的身材 不管是協調性、身體對抗性、爆發力等等 Jalen的運動能力都可以說是在準NBA的等級 但要用這位球員備受矚目的一大看點絕對是他的球感和視野 Jalen在獲得球權時做出的選擇十分成熟 像是我們最常看到的一個畫面就是 Jalen在三分外圍接到球後雖然有出手空間 但他會先迅速地觀察隊友的位置 再將球傳遞到那位出手空間更好的球員身上 但假如Jalen選擇出手的話 也沒有人會覺得那是個不明智的決定 簡單來說就是透過他的球上為球隊創造出更輕鬆的得分方式 在吃球時透過擋拆紅進攻籃框、中距離跳投 以及穿球給擋拆後走位進入禁區的封線球員也是我們常看到的 而且他在沒吃球時也總是積極地走位找尋空擋得分 防守強悍的他也經常被教練指派單防對手最強的得分手 超零的球風總讓人忘記他才19歲而已 雖然在NCAE的33.7%三分投籃命中率不算很差 但如果真的把三分能力練起來的話 Jalen在進攻方會是一位更具威脅性的球員 而ESPN選秀分析師Mike Schmitz也提到說 當他看到Jalen在球場上的身影 總會讓他想起Drew Holiday的活力和強悍 而247體育的籃球總理也認為他的模板正是Holiday 不過有許多Gonzaga的球迷也在他身上看到了 爵士隊時期Drew Williams的影子 大家覺得Jalen Suggs會以第幾順位被挑走呢? 各位覺得哪支NBA隊伍最適合他的球風呢?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喜歡這部影片的朋友們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幫助我們賣下10萬訂閱的里程碑 歡迎加入頻道的會員 也可以追蹤我的FB或IG喔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